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半小时以后 四个人可以 一个半小时不行了 两小时的 没关系 手机号说一下 稍等我给他拿碗给你拿 昨天晚上忙到10点多 相对来说客流量多了一点 像今天快点夜的话 人流量会更大 小心抬件 来 给我吧 先走个场 瀑布瀑布 今天晚上感觉到人流比之前的要火爆多 因为今天是跨年夜 备货量有之前的十倍 比平时早起一个小时 开心的 因为老板赚钱了 我们也能拿点奖金 从目前的数据来看的话 应该能到10万左右 保守来讲的话 应该是8万没有问题 我们近期从平日来看的话 已经恢复到了平日的同期 包括客流和销售 这些人流量挺大的 注意一下保持秩序 还有咱们这个限流 不会有限流的政策吗 对吧 要保证人流量别太多 好吧 好 来好 一个人在前面限流 那咱们几个安保人员现在 六个 六个是吧 对对对 虽然正规要求配置的吧 对对对 行好嘞 今天我觉得会是我们酒吧 一年以来客流量最大的一天 然后一方面就是我们有增加一些座位 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准备了跨年的特别的酒单 然后也准备了跨年的一些仪式 比如在到时候我们会倒计时 然后会准备一些没有危险的那种礼花之类的 应该翻台至少能够翻个两三次 它是一个魔术为主题的一个酒吧 我本身自己就是魔术师 所以我也会去给大家表演魔术 它真的融为了一张牌 谢谢 这个牌可以留着纪念 谢谢 天哪 就是疫情的时候可能客人少 店里有一个同事 然后那时候是他在上班的时候 然后街道就小区被封控了 那时候别的调节是已经都被封控了 然后他就在店里住了半个月 这个真的其实对还是挺感动的 没有想过放弃就觉得 后面肯定会越来越好 现在慢慢地开始陆陆续续人开始变多了 所以我觉得就相信未来 相信我们餐饮人度得越做越好的 我2022年的关键词是成长 居家办公 关键词是成店吗 很开心 休息 我尝试了很多 之前没有过的事情 学了一些新的东西 因为我目前还是一个大学生 所以我觉得在学校 对于我自己来说 我需要去沉淀自己 然后以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去面对未来 此刻还充满希望 就感觉这一年结束了 然后明天一定会特别特别好 正好是2022年考博了 所以就对我来说很紧张 然后有点焦虑 然后又有点小兴奋 希望我的数学分数可以提高 希望自己学顺利 升职加薪 希望家人身体都健康 可以跟自己的对象走到最后 顺利毕业吧 希望我们能够欢迎的殿堂 我希望2023年减肥成功 所以呢当我们一起跳起时 一起来做活着美好的人 最后几秒钟 然后同学呢 也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 可以更加美好 一切都更加美好 5 4 3 5 6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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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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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